纽西兰首都威林顿的一间寿司店 发生了离奇小偷入侵事件 原来是有两只小蓝企鹅 躲在烤炉底下 好像是想要偷吃鱼 小蓝企鹅被逮到之后 一直用力想挣脱 动保专家仔细检查 确定小家伙没有受伤 说起他们被逮的地方 非常不可思议 是在威林顿一间寿司店的烤炉底下 寿司店员工抓到其中一只小蓝企鹅 先交给动保专家处理 接着又拿来一个底箱 因为炉架上还躲了一只他的同伴 也要带走给专家检查 是否被厨房的高温烤到昏头 威林顿警方跟动保局人员 被这两只小蓝企鹅折腾得又好气又好笑 因为先前就在同一家寿司店逮到他们俩 送回到原本的漆地威林顿港也放 不料没多久 两个小家伙又溜回来 怀疑是受不了寿司店先云美味的诱惑 纽西兰动保局官员实地调查 威林顿港周边大约有600对小蓝企鹅出没 经常就近闯入居民的家中或商店觅食 造成惊吓专家警告民众 平常要注意关好门窗跟企鹅保持距离 也不要喂食以免遭到咬伤 杨振平编译 杨振平编译 对 好